我只需要一个三级甲就可以打造出一个纯金仓库 看看这金光闪闪的仓库 没错都是我用三甲打出来的 那我就把我的毕生所学好五保留的交给你们 我只需要一个改妹和一个三甲就足够了 改妹配件 一个热成像 一个完好枪口 一个精致弹夹 一个改进枪脱 三甲再给他来一块巧克力 子弹200多发其他的刷boss打人就什么都有了 最后我把我的极品战神天赋也送给你们了 那么好 一切准备就绪 五图 啊不是 是七图 你们六套的噩梦开始 我去第一把就给我复活在了光头墙老家 开局直接下地铁 这个点是百分百的A口辐射一号位 我们直接来火箭台偷吃就行了 我们先开四个红变卖物再加密 就算没了流淘们也不知道我们加密箱的密码 这边听着boss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偷个boss 我去居然爆金光了 我看看是什么金色装备 我却不是一个金居然是双金 我们看一下这个金色独眼阵线G 算是什么属性 燃烧弹头 作用是命中目标会有燃烧效果 那这样以后我就不用买燃烧弹了 对了刚才这个金甲忘了看是什么属性了 这个甲居然是明刀私密 作用是最后一滴血永远不死 有了这个甲我直接在刘涛面前跳舞 装备有了就差变卖物了直接回老家 等了十年没有一个人来我搜刮点变卖物走了 这把还行两个金色装备加500万存款 同样的配置我们来到第二把 直接下最近的地铁口 这把我们依旧是来到了A口 特把换个思路 这次我们先开武器箱 Boss点没动静再偷个Boss 然后接着开武器箱 功夫不负有心人金色钢铁蛇大炮到手 属性是加特林 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单发鞠调成自动 有了这个鞠就可以把它当位控完了 再开一下旁边的箱子 不是吧居然连出金枪 别忘了吸干主播 没地方去了只能来这个老家蹲一下黑门了 开黑门的没有只有一个粉丝 他说给我送变卖物的蹲 那不动让我打 感谢这个粉丝 这把也挺满意的两把金枪 还有300万存款 同样的配置来到第三把 这把复活偏远地区 路上一切安全来到分岔路口 我们选择C口吧 C口进来先刷个Boss吧 刷完以后有走开武器箱 一把金枝维克多 又一把金枝G3 来主楼开武器箱 没想到来了个粉丝给我送装备的 那我就恭敬不如同命了 感谢这个粉丝送的六头六包 后面又来了一个粉丝 我们直接把G3换上 OK来了 我们就歪歪头按住开火箭就行了 粉丝说他自己接我子弹 哎呦我去果然没骗 我还差一点粉丝快接 捡完装备来有走开武器箱 无庸置疑金枪又到手了 我看看属性 实心弹头 作用是对全身伤害提升1000% 我去这不比空心弹头强10倍啊 最后搜刮点便卖物走了 不是又给我来两块金砖 这把又赚了一把金枪和700万存款 同样的配置来到第四把 这里是大门口 二号为我们不着急进辐射 先来我们旁边大仓 打个隐藏恐龙Boss 我们先进去一下 然后再出来 然后他就刷新了 这个Boss很好打一梭子就没了 我们就是为了拿个四头四包 哎不是这Boss怎么还会爆肩啊 金色六甲我看看什么属性 一个超耐磨属性和复活甲 一个作用是甲的耐久 损耗降低100% 另一个就不得了了 被击败后居然可以满血复活 捡完我们这边进辐射 看见我好兄弟刘涛 他说要送我六包 让我多装一点便卖物 有了金色六甲的加持 我们大胆出来觅食 无庸置疑金色钢铁蛇蜜桃到手 穿甲弹头极品双属性 不管了拿上赶紧回老家 等了这么久就来了一个打呼机的粉丝 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 我们最后搜刮一下辐射就走了 OK兄弟们直接撤离 这把游戏赚了一把金枪和520万存款 最后也祝你们用这个打法早日爆仓